这里是大型互动职场招聘节目 飞女莫属 欢迎节目主面试官扑雷 好 谢谢大家 来 请坐 欢迎来到天津卫视飞女莫属 我是兔雷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 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热烈的掌声送给12位老板 好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我是黄思雨 生活中我是同学聚会 和结伴出行的倡议者和谋划者 工作中我是心知的求学者 和积极的实践者 一直一来有一句话 我都非常喜欢 是安迪霍沃沃说的 他说一个人 如果长期处在无所事事的状态 就会被生活绑架 使之成为生活的努力 这也是我给自己的工作信条和要求 因此在工作中 我更向往有些雷厉风行的状态 有压力 有迫力 但是生活中 我也希望可以和工作有些距离 让我有时间和精力顾及家人 未来的路还有很长 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学习交流 能够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 黄思雨 女 二十四岁 河北人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本科 日语专业 大家好 我是黄思雨 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 2015年我毕业于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日语系 在大学期间我同时自修了吉林大学的经济法第二学位 大学毕业以后 我就在一家专业从事加拿大移民服务的公司当中 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那这段时间也是我认为 我个人素质提升最快的一个时期 在这之后我辞职去偏远山区支教 在大山里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了三个月 这次回来以后呢 我希望可以将之前工作中所学习到的商务技巧 做一个提升和完善 如果有机会可以学习一套完善的ERP企业管理系统 本着已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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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态度 我来到这里希望能够谋求一份 有关毕地拓展或者是市场商务 商务洽谈的工作 谢谢 小春好 你学的是日语专业 为什么会选日语专业 我高中确实有那么一段叛逆期 学习成绩处于直线下滑的那种 考大学的时候一度以为 可能我连个本科都考不到 所以就选了小于种吧 你刚才提到了说对ERP感兴趣 这我挺好奇的 因为你工作履历当中没有涉及到这些 你能给我讲讲原因 因为ERP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是一个系统化的东西 它其实中间涉及到了很多 从生产到经销 然后就是到后面的客服 到整个这个公司的运营 以前没有 从来没有去真正就是钻研过 所以它出现很多商业名词 我在台上是真的一个词我想不起来 这个不是ERP范畴啊 你是知道ERP这个词之后 仅仅就停留在问了问度娘 就结束了 对 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 我没有 因为说实话里面 我查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很深度的这种 商业的名词 我不太清楚 那如果你不了解它 你怎么把自己放进去呢 你在里头去做哪一块呢 哪一块工作呢 我目前的切入点就是市场 就是前期的这个市场和渠道 他其实就想看看 这个企业有没有信息化管理系统 是吧 我只是觉得 一个公司有这样的一个完善的系统 是很重要 因为我之前的公司 完全没有这种很系统的很完善 因为它规模确实太小了 他所有的精力都是在寻找自己的过程 毕业之后是去加拿大移民做BD是吧 对 销售 不单纯是BD 前期的这个市场策划 包括那个品牌营销 然后我们后期可以做一些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中 你挖掘属于自己的客户 然后促成签单这一系列的事情 都由一个人来做 成绩怎么样 我做了一年零八个月 我经我手自己签约的客户是三个 然后我促成的活动当中签约 但是由别的顾问来签的话是两个 横向对比你排第几 第二吧 主管是第一 对 这上面写你还喜欢去执教 我是过完年以后辞职去执教了 怎么样感觉 一段很宝贵的日子吧 一段很宝贵的日子 虽然苦 但是我觉得确实很宝贵 山里的孩子能带给你 都是不一样的视角 执教这件事情呢 并不是像大家想的完全一样的 其实都会有一个心理落差 不仅仅要和学生相处 也要和当地的家长相处 和村民相处 执教整体下来 给我的感觉是 每个人其实姿态要放得低一点 最让你感动的其实还是孩子们 我们当时有 也是挺奇怪的 有两个人给那个山区的孩子们 就是卖那个教材 然后一本书是35块钱 其实可能大家在座 觉得35完全不贵 但是其实当地的人来讲 其实35块钱还是有点贵的 然后山里的孩子们 就当时就说不买不买不买 然后那两个人就说 你们买了我就送你 什么游戏之类烂七八糟的 我说还是不要买 然后我们班的孩子 就偷偷跑过来跟我说 黄老师你不要怕 我们不会告诉他 是你告诉我们不要买 如果他要欺负你的话 他要答应的话 我们可以打他 我们来看一下背景资料 好 谢谢 这个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些状态 因为我们的工作呢 是需要自己去策划市场 包括洽谈合作方 最后跟合作方谈好了 一起举办活动 然后在公司 我同时还要担任 这个企业的推介会的宣讲 就是讲师这个职务 这个是一些工作场景 你做过讲师吗 我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 但是公司的讲师 这个岗位一直是我在做 这个是我支教的时候的 一些图片 最左边那个 是我当时居住的房子 是一个木屋 下雨就漏雨 然后老鼠会从床上跑过去 一个木屋 没有了 谢谢 今天来应聘的是 BD拓展和市场 对 第一轮选择薛货流 全流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朋友 来 老张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性格评估 在外向性方面呢 比较突出 宜人性 情绪稳定性 中等 静泽性呢 是中等偏高 自我评价方面不错 得分不错 主动性方面也不错 就是在这个工作能力自信方面呢 得分比较低 刚才呢 各位老板问他这个ERP的事呢 其实他是心虚的 所以呢 他在这方面的运营 他想要的运营和ERP 他都很空白 所以呢 这方面就显得低 所以有很多求知者 在听了一些词之后 就跑上台来说 我要做这个 其实是一种 这个袒露自己心虚的 这么一个行为 都说纸上得来终觉浅 觉知此事要功行 如果你不是特别了解 宁可不要说这个词 通过对黄思雨的社交数据分析 我发现他的兴趣十分广泛 喜欢音乐 爱好美男 热衷于旅游攻略 没事也刷刷美剧 偶尔偏执狂 是个矛盾体 和黄思雨最匹配的老板是 优胜教育的陈总 你们都比较关注 IT互联网和产品经理 还对艺术感兴趣 又都是叶猫子 和黄思雨最不匹配的老板是 解决网的徐总 不过两人都对旅游摄影感兴趣 一声闻一份 刚才那个里边 关键词有书虫 你看书很多吗 我觉得谈不上很多吧 但是我其实觉得看书 对我来讲 可以打发很多时间路上 就影响最大的一本呢 就是对你 未来工作影响最大的一本是什么 你觉得 我一直没有看过职场类的相关的数据 那我也没看出来 你是什么时候 怎么会对商务 或者运营这部分感兴趣的 工作以后吧 市场商务这个 确实是我做了这么久 一年零八个月以来 我一直在这个工作岗面上做 其实毕业以后 第一份工作 其实是很 比较重要的 但我觉得你适合做 市场和商务方面的工作吗 有哪些东西能够帮助到你 你的性格方面 建坛吧 说话是交流的一种方式 最大的一种方式 那说话其实就是输出 为什么你要写两份这个策划书呢 而且两份策划书在不同的领域 我在很多方面 比如说IT 然后比如说很多农场 其实很多方面我没有过了解 我在这种情况下 我没有办法写东西 我写出来的东西就是笑话 所以我只能在 我有所了解的基础上 比如说优胜教育 我曾经去过这个校区 我曾经见过 然后比如说旅游 我大学期间 虽然没有专业去从事旅游 但是像旅游这种 像旅游的这些内容 我其实都学过一部分 有一点点 说实在你旅游的这篇 那个方案写得 其实相当不错 谢谢 其实素养教育 那个写得特别的苍白 在这个一会儿 但是我的观点恰恰相反 我先说完好吗 对对对 就是旅游的这篇呢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就正好做了你这个事情 尽管你作为一个很年轻的人 你能够想到这个方向 我称之为就是旅游方面的 Airbnb 对的 就不再是连锁制的 而是散客型的 对 而且呢 他把里边的痛点 讲得很清楚 把这个当地向导的优点 也讲得很清楚 然后呢 把里边的一些问题 以及如何解决 也讲得很清楚 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 因为你以前不是一个 创业型的人才 我解释一下吧 对对对 因为那个旅游 是我特别喜欢做攻略 我特别特别喜欢 我朋友跟我一起出去玩 都是那种 就是什么都不用管 吃喝住行 都是我一个人来做 为什么我跟郝阳的 这个观点不同 旅游的这个 仅仅是一个小改良 没有门槛 任何一公司都可以干 第二个 就我不知道 那个陈浩什么想法 第二个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思路 如果一旦切进来了 能做下来的 反倒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我还比较了解 我们在北京就签了 七十多所工艺学校 还是可以做的吗 这个事已经在干了 而且我们跟几个区的教委 都在合作一起 开发素养课程 我们也是现在素养 这个品类里 目前规模最大的 对 但说明你 你想法根本还是 有契合的地方 而且这个想法特别好 我们今年 把盈利会拿出一部分 会就是做 儿童的素质教育 对我觉得思雨 给人的感觉 就特别踏实 而且呢 很多其实选手 在谈一些策划的时候 都不是特别的靠谱 对 你的两个策划都很靠谱 我只是说 我不是说素养教育不可行 我是说 没有体现出你的优势 就是这个素养教育 就是一个简单的内容 对 但是呢 在这个旅游里边 你写出了自己的思想 好吧 第二轮选择 还有实战灯 古皇王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在河北省的区域内 找一个城市 当然最好有可能是石家庄 来负责当地的市场拓展 我CTO给你提供的这个是市场拓展的岗位 地点在北京 蒙古娱乐给你提供的是商务经理 给你提供的职位 也是跟你想要的是一样的 就是商务运营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给你我们新联网公益项目 对 这个项目的运营主管 另外一个呢 就是素养教育 既然你提到了 你可以去我们素养教育去做一个储备的校长 我们是有两个职位 一个呢 是我有那个海外事业部商务拓展经理 第二个呢 可能就是我们的品牌营销部门的这个市场经理 这两个职位工作点都在北京 因为我们公司在日本韩国都有自己的这个分布 我是看到你的专业是日语 我们会有一个这个中日之间合作的这么一个 类似于商务合作经理 这个版权合作经理的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提供的两个也是商务拓展经理 解决大卖场的供应商的洽谈 是把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方式 就是用你的经验来做这个商务拓展 来把它拓展到全国 十盏灯 灭掉八盏 留下两盏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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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有请冷雨璇、陈昊 弹琴不上感情 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OK的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连这边我所在这部门 现在成立了 就是已经运营得很好 在游轨道的 然后有人带领 是意思吗 海外事业部呢 是相对比较新的 但我们有很好的这个总监 现在这个业务 是属于把我们原有的内容IP 要把它产品化、市场化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 有没有超过八千 我还是老规矩 一万加五千防补 一万五 把另外九盏灯亮了 来 你可以考虑十秒钟 是否愿意让她 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 不用了 不用了 这么坚决 你给点面子 你假装思讨一下吧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觉得解决榜您说这个 一万五啊 有点假大空 你就觉得一万五有点虚是吗 也不是单纯价值虚吧 那如果是这样 我帮她说两句 因为这里可能 我是认识她时间最长的 好 来 逃离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优胜教育 时尚至爱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优胜教育 去吧 优胜教育 我觉得他说这个公益的事情 我更愿意去做 我希望能够和陈总共同成长 和优胜集团共同成长 然后做起来能够把这个点 从北京辐射回更多的地方 我是杜雨琪 名言黑琪 绿意文化十九岁CEO 我是一个典型的理工女 计算机大神 在很多人眼里 程序员是一个形象家的行业 但是我用自己来告诉你 程序员也可以成为台前道黑带 拥有六块腹肌 我坚持写作多年 每个人心中 都有自己的光明和信仰 我想通过我的小说带给你 无论我们是谁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无论我们多大年纪 我们都永远拥有着开怀大笑 和热泪盈眶的力量 今天我来到这里 是想成为导演 创作更多影视作品 来延续我们生命的重量 杜雨琪 女 十九岁 辽宁人东北大学自考本科 计算机软件专业 大家好 我是杜雨琪 笔名黑琪 外号杜公子黑少爷 今年十九岁 是绿衣文化的CEO 我七岁上街演讲 八岁开始写作 十一岁开始创作自己 第一篇长篇小说《心魔》 十三岁在大学里听课 十五岁高考 成为游戏工程师 十六岁创立自己的游戏工作室 十七岁的时候 年薪已经超过二十万 在北大实验室学习人工智能 十八岁毕业于 东北大学计算机专业 在辽宁大连和美国加州 成立自己的公司 可以这么说 我黑琪就是一个神话 今天站在这里 是想从事策划 或影视方面的工作 来延续我的神话 谢谢大家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我是黑琪 你这一番介绍下来 是不需要找工作的 你太全才了 谁敢招你 你这十九岁短暂的人生 把我一生都过完了一下 你把自我介绍说完 我就感觉 我被反复地碾压 没有没有没有 他刚才跑过来说 大哥大哥 你要帮我 大哥大哥 我没想到你就是他呀 是 是在下 你这么全才呀 正是在下 你刚才说你是哪个公司的 CEO来着 绿衣文化 现在还在做吗 是 在做 那你跑过来应聘干 但是公司就我一个人 就是整个公司 这个我们的网站 APP从设计到开发 到运营 这公司是注册了的吗 注册了 收益怎么样 现在呢运营的话 还在一个就是种子用户的阶段 我们主要公司的业务 就是把一些文学的小说 然后做成就是出版 然后再做成影视 然后整个是一条链子 我希望通过我个人的一些作品 来打开这条就是产业 你准备把那公司关了 没有啊 那你怎么到这来面试呢 你的公司还要打理啊 我们这招全职 就是我自我介绍还没有做完 麻烦放下我的PPT 就是我的什么情况之后 我会详细地向大家来介绍 就是现在我公司和我的情况的话 希望在我的个人介绍之后 可以吗 与其如果你是来应聘工作的话 就不要老提我公司 我公司 你个人 抱歉我没有想提 但是这个大哥他一直在问我嘛 然后我就就比较 阿老师你在问我吗 对 因为我想听听你的经历 我以前也自以为是少年神童 对 什么八九岁学计算机 一听你的经历 我瞬间无语了 觉得自己的世界黯淡无光 这样吧 我们按照他自己刚才的诉讼来 先看他的背景资料 我是立宇文化的 十九岁霸道女总裁 然后我刚才说了 我十三岁的时候 在大学里旁听电子技术 然后写作文学方面 包括计算机还有数学等等 所有我喜欢的专业 也听过货阅和物理 反正听得比较杂 然后我十五岁的时候高考 当时我还在读初三 然后我通过少年班的方式 报名了高考 然后接下来呢 我那一年就是在 十一月份左右的时候 当时我已经是在大一了 然后我就进入了一个公司 然后做游戏工程师 然后是做编程 也做3D建模 和一些美术方面的设计 我学了有五年的手绘 16岁时候创立了工作室 游戏工作室 我17岁的时候 年薪是超过20万的 这个时候我是在北京 做iOS开发 是一个程序员 然后我18岁的时候 就是通过了 我本科所有的考试 然后以及毕业达业 然后拿到了我的本科学位 然后紧接着呢 就是我是跆拳道黑带 我还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 我跑过越野赛等等的 哇 是一桌子 我还以为是一个 我就说最有含金量的是这块 就是今年大连国际马拉松 我是今年大连国际马拉松 42公里 全程最小 年纪最小的参赛选手 全部都是马拉松的 这几个是马拉松的 还有一个是穿越雪山 就是这个图 海拔当时有一千多米吧 在雪香牡丹江 然后那个坡度 就是拉绳那个可以看到 那是比较平的 它在抖的时候 是大概有70度 整个人就是雪过腰 大雪过腰 然后拽着绳往上 这个比赛我是拿到了前几名 就是跑的是比较快的 这个画是我自己手绘的 画的是我跟我家猫的一个情景 然后我是一个作家 也是一个编剧 然后我的代表作有 锡膜 草 青丝化学 这些书都在哪里发表 在我的公众号和网站 如果你们感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 从你所有的经历来看 的确你经历了很多 也跟一般的同龄人 很不一样 你都这么牛了 你获得了这么多的成绩 你完全有自己创业 又或者是被其他的公司猎头 高薪聘请的机会 你跑这来应聘干什么 是这样的 我今天听说这边有 就是影视方面的公司 有 有芒果娱乐 然后我想表达的就是 我想做导演 想把我的小说 现在已经变成剧本 想把它导成电影 放到影视屏幕上 而我觉得芒果娱乐 能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愿意全职来做这个导演 你要求薪资不低于多少 我要求薪资不低于两万吧 不低于两万 对 对吧 有低于限制吗 在北京 在上海都可以 如果今天应聘成功了 你那个公司准备怎么办 放那呗 就放那不管了是吧 对 你给自己定义是作家 编剧 对吧 然后霸道女总裁 就是说 会不会说这个社会上 太多那种外在的光环 给了你一个 就是给了你一个压力 让你不停地想去证明自己 就是太快地去证明自己 你怎么界定 什么是作家 作家不是谁都可以说 我是个作家 作家至少要有作品发表 受到广大的人的认可 你有吗 有 千年孤独 在我的这个文学网站上发表 在你的文学网站 我是说在有哪些传统 对你有没有试过向一些文学网站去投稿呢 对 我没有 我从来没有投稿 就是在你的网站上有多少阅读量 我看到很少 你有多少个粉丝里面 都是各为数的阅读量 是 这个是我在14岁的时候写的 我的同学 我的老师 甚至我的校长 都看过我的小说 对我评价非常高 这样 因为这些东西没啥证据 我再问你一下 既然你是文学为主打 那你评价一下 《百年孤独》这本书 好不好 这本书我没有看过 你没有看过 那你能不能评价一本 你看过的文学作品 你举几个例子 我们去看 选一下 想想啊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 叫《石鹊见宠周遇》 这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篇 古文观止 你写的不是古文 我在微博上看了 你写的是很现代的 这个 是 对风格 那现代的文章里边 不管是中国的 还是西方的 你举几本书的例子 我看的书 没有 要不我说的 罗曼勒兰克里斯多夫 你看过吗 没有 也没有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你看过吗 没有 那你说一个作家 你连骑马的作品 包括诺贝尔奖的作品 你都没有看过 是这样 我觉得他们应该 仔细地读过我的作品之后 再对我有一个 重新的评价 一个作家是不是优秀 是不是有灵魂 是不是能写出 令人感动的东西 跟他是不是有名声 有多少粉丝 或者是有没有公开过 自己的作品 是毫无关系的 这样吧 你来两段 你自己写过的东西 就是在《千见孤独》里边 开头有一段 就是讲男主角的 就是他在深宫里很孤独 就是有一段是 我笑 笑得猖狂而绝望 滴滴的笑声 沉在我的胸膛 我狠狠一副袖 杯子的破碎的声音 在大殿里格外清晰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 误转星移 一切都在改变 不变的是我的孤独 这是其中的一段 我先给大家念一段 他的微博上的一段话 咱们通过这里 来了解一下这个人 很失望 说不出来为什么失望 家里书香门第 个个都很传统 希望我找个稳定的工作 嫁个好人 可我不想做这样的人 我想影响这世界 我可以终身不婚 我可以孤独终老 我甚至可以英年早逝 只要我活得 让我自己觉得值得 生如下花之绚烂 下花短暂又怎样 至少绽放过 总比蔫这一辈子要好 我怕你是一个 特别自我的人 我怕你变自我的 已经不能和别人 一块去相处了 而且你说 你想把你自己的作品 拍成电影 因为我们都没看过 所以没法去做这个评论 如果它真的是一部 非常好的作品的话 我们不会去介意 把它放在一个 公共的平台上 让大家去看 他们还说 我是一个特别自我的人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其实不是 我的人缘非常好 有很多朋友 各行各业 我也是很随和很开朗的人 如果仅仅因为 我上场的时候 这些标签 或者是我这种 有点攻击性的介绍 他们就评价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还是欠途 在新媒体这个时代下边 其实你去想做一个作家 就是为什么没有想到 去找一些大的门户网站 或者说大的一些阅读门户 去把自己的作品去发出去 甚至我看了你的微博 即使只有一千份 你在自己微博里边 也没有去经营 你自己的这个作品 那你说你辞职了出来 去做一个作家 我没觉得你其实是在经营 这么一个你最喜欢的事情 怎么说呢 是这样 我不觉得只有文学作品公开了 才叫作家 只要你写了 写东西能够让人感动 能够让一些 就是专业的人士认可 或者是说让一些 你想 就是想感动的人感动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好作品 所以你今天来只面试编剧 导演 是 想拍出不朽的作品 是 你来说一笔 你喜欢的电影 你说一段影评 你自己的建议 我说说就是最打动我的吧 就是《沉默的羔羊》里边有一段 就是讲那个男主角 汉尼拔被关在监狱里 他跟女主角说 台词我已经忘了 但大概意思是说 他在黑暗里已经待了很久 这里没有鸟叫的声音 没有花香 没有蓝天 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当时说这话的时候 很平静 就神色特别平静 然后但是我却通过这句话 感到了无限的心酸 和那种痛苦 就这种感觉 就是这个其实你的 这个回答 其实让我感觉到 你是一个影视爱好者 但并不是有这方面经验 就是你从电影本身内容 不能够直接地解读 它的本身的意义 包括对于你的这种感受 我觉得这个19岁的女生 比同年龄的人的确优秀很多 即便刚才这段说的不专业 我认为就即便从一个观音者的角度上来说 也说的算是不错的了 风流不在谈风盛 袖手无言 未更长 从你19岁的经历来看 比起很多 时下很多女孩子 你可能是个珠穆朗瓦风 但是就是 就是我们找不到一个落脚点 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和你走下去 就是人生的长河还很长 你要优秀很好 但是要 我觉得要有一颗平常心 好吧 我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再问你一遍 这个你的最低薪酬是两万 是吧 怎么说呢 如果要是做导演的话 我肯定是要学习一些技术和技巧 如果是学习的话 我觉得5000给我可以 5000 是吧 没有低于限制 对吧 在北京或上海 只有这两个地方 其他地方不去 如果是跟祖的话就没有了 好 第一轮选择去货瘤 还有七盏灯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还能稍微再来一点吗 就给你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因为刚才那个没有展示出黑带的这样一个水平 当然我也不是很专业 我稍微了解一点 因为我家孩子是皇代 他五岁 拿一个手你能不能双腿上踢 踢到他的手 就任何一个人站在这边 李浩阳过来 他怕踢了我 踢你没事 你出的招 来吧 他可以 他可以 对对对 来 老张 来看一下他的性格评估 除了这个自我评价 一百分之外 其他几项还是不错的 我要说的就是为什么给自己打满分 一百分 但是通过我们观察呢 其实是没有那么可以满分的支出 挑战性这方面是他的一个特征 所以呢 他喜欢冒险和挑战的一些事 以及创新也是他的这个强项 他对现在呢 对这个编剧和导演呢 很感兴趣 也觉得自己能够去做 但其实他更多的是钟情 把他自己的小说 变成剧本和变成演示剧 但这种 你这个小说呢 是否得到人家的肯定 有制片人愿意投吗 这个你就没有更多的去论证 我的小说被专业的 一个编剧的一个工作室 他看过 他看完以后 他说 他说我写得非常好 这个故事 他说 如果我坚持走导演这条路 就是再学一些专业技巧 然后再通过我的这种作品的 整个感觉和灵性的话 未来不远 这时间肯定会有个大导演 叫黑棋 来 我们这样 我手上有本书啊 你来看看这个诗写得怎么样 你点评一下 等会儿我先看一眼 你边看啊 我们来看下小兵对于他的自媒体的解答 杜宇齐是个能量爆棚的姑娘 她涉猎广泛 对动物保护 运动健身 媒体行业 计算机互联网 都颇有研究 此外她也有感性的一面 是个高跟鞋狂热分子 以她最匹配的老板是芒果娱乐的刘总 两位处事风格都很淡定 以她最不匹配的老板是许怀哲 许总很遗憾吧 你一会儿发现小兵其实就是怀哲的助理 我的助理就叫小兵 小兵说和这位同学最匹配的是 稍等稍等稍等 这诗写得怎么样 这诗我看一下啊 我觉得写得吧 很青春 有点忧郁 有点忧郁 怎么样嘛 比你写的东西怎么样 你让我说实话吗 对 说实话 我觉得她不如我 怎么说呢 如果她十分打多少分 七分吧 你呢 你自己呢 这种类型的诗啊 我给自己打八分吧 其实我觉得我这一分高在哪呢 主要是高在我的语言比她的通畅 她有一些逻辑不顺的地方 至少在我看的那篇诗是如此 我给大家念一段啊 我们的树林里 现出极美丽的天国 一束有金色的红 尚未流行着美丽的传说 我们是水的 是什么 我们没有太阳 我们的树林里 现出极美丽的天国 黑夜自然的流营 太阳光明 照耀你自己 这本书的作者是我们的小斌 就是一个机器人 他通过 他写这个诗的方式是通过 他所有学习到的互联网语言 以及互联网所涉及到的 一些相关的文章文字 他写出来的这么一本诗集 你觉得他拿七分 你拿八分 对 这一分可能就是机器与人的差别吗 因为我在诗方面 尤其是现代诗 不是特别擅长 我只写过一到两首 我没法说我跟他怎么比 如果你要说一些其他的 我可能还能笃定一些 当我在问你 到底是他写得好 还是你写得好的时候 就我们刚才那段 我肯定的说是我写的 我们刚才那段对话的时候 我在从你的眼神里面看出了 一个19岁孩子应该有的深情 这一刻很自然 谢谢 你到底觉得你是个孩子 还是个成人吗 我有成人的稳重 和一些就是经历 然后我又有少年的一些忧郁 你将来会 你将来会嫁人生死吗 也许会娶 但是不会要孩子 也许会娶 你想娶男人 对 为什么叫娶男人 不是嫁男人 我是一个有点大女子主义的人 特别想知道你这种人的口味 来 挑一个 要不然你们站起来我看一下 站起来我看一下 看看气质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们排着队 在你面前走过 你我先站一下 我看一下 站起来 站起来 把灯都亮起来 要非要我挑吧 我觉得 芒果娱乐的这个老板 颜值最高 他有这种艺术的气质 艺术的气质 对 那你最不会挑谁 最不会呀 绝不可能是他 看着就讨厌 这没有 我从来没有讨厌的人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话 我是个随和的人 没什么太大脾气的 我都说的是真话 那这会儿其实到这儿来了 第二轮 第二轮我们也已经快要选了 对吧 我相信有企业可能会不会你留灯 你真的做好了准备 到一个大企业里面去打工吗 还是这么说 如果能接触做导演这方面 然后就是如果有企业有异想 继续跟我合作 或者是有耐心看我的小说 然后培养我 就是有一个成为 有具备一个导演的技术 然后来跟我完成这个的话 我会 奋不顾身 这基本上比找一个丈夫还难了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还有两盏灯 我们直接进入谈前不上感情 两位 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两千加和六千 就是 那个六千 我是看明白了 那个两千加 您能解释一下吗 其实我特别想帮你 真的 我其实想说什么呢 我是想跟你提供一个平台 因为芒果娱乐 一直励志于帮助年轻人 完成自己的梦想 可能这个职位 可是只能给你一个实习的机会 包括如果你对于编剧 或对于导演 你某一个方面会感兴趣 我相信你未来会做得更好 我希望如果你是千里马的话 我能成为你的薄乐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其实你现在离导演还很远 希望你来我们公司来工作 我是觉得你可以作为一个专职的作家 先把自己在作家这个事情上 先经营好 如果你认可我的作品 会让就是 我也具备一定的技术 在您这边实习 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平 你会让我 这时候我把它拍成 就是电影吗 如果你的综合能力 能够达到一个导演 所具备的能力的话 公司会愿意投资 给你拍一部电影 没问题 他们俩之间考虑十秒 芒果娱乐 新浪动漫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芒果娱乐 去吧 将来我会先把所有的导演 该学东西学完 然后我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候 然后来跟那个 芒果娱乐这边合作 看看有没有投资的方法 然后就是把我的小说 完整地改变成剧本 然后我本身也掌握一些导演的技巧 和一些能力了 然后我会跟他们的老板 去谈这个事情 然后来把我的项目落实下来 我想这个时间不会很长 以我的学习能力来说 我叫徐月明 来自浙江金华 记住不是古人诗词中的迷月哦 我喜欢旅行 却还没能走过万里之路 我热情开朗 却不会套话连天 我会沮丧 也会像打了鸡血一样热情高涨 虽然未来的道路 可能会不满荆棘 但我会笑着坚强地走下去 古人云 守得云开 见月明 徐月明 女27岁浙江人 日本九州大学硕士 环境农学专业 各位老师好 大家晚上好 我叫徐月明 您看我的上下比例 地心引力 其实只是把我吸在地球上而已 我今年刚刚毕业 然后踏踏实实工作 踏踏实实做人 是我的人生格言吧 然后我大学期间 在日本的一个物流公司 做过分检 就是货物的员工 然后在企业家 烤过牛排 然后在优衣库卖过衣服 今天来到飞你莫属 我希望求得一份销售方向的工作 或者各位老师觉得适合我的工作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各位老师好 你多少斤 该减肥了 我知道 在减 在跑步 我没有说你该减 我就自己拖动 你自己交代一下 不用交代 他好可爱 他的自我最少也非常可爱 你怎么会去日本留学 主要是我的大学 学的是日语专业 然后大四的时候 刚好有个项目可以去日本 大四结束之后 我就想着考个研究生 想再提升提升自己 在日本学习和生活 有什么收获吗 就是性格开朗 吃苦耐劳 你多能吃苦吗 多能吃苦啊 就是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吧 早上七点半开始上课 然后我因为为了省点住宿费 我就住得比较远 比较偏 不好意思 拿点卫生值给他 没事没事 然后之后吧 就早上就得六点多钟起 下完课 然后晚上就去那个物流公司 去打工 去打工 就当时日课 可怜的嘞 对 大概是结束十二点钟 然后他们有厂车 到家一点钟 然后呢 然后第二天又六点钟起来 然后有作业 要复习要预习的时候 还不能两点钟睡觉 好辛苦啊 那么那么辛苦 在那边有没有感情收获呀 有过一个 在日本啊 有过一个留学生一起的 最后受不了了 分了吗 谁受不了 我受不了 你为什么受不了 就有时候爱搭不离的 他不搭理你 所以其实失恋了还挺痛苦的 哭了一夜 他看到电视节目 跟他说两句 你会后悔的 你会后悔的 什么时候回国的 四月 今年 今年回来的 是带着一种 什么样的心情回来的呢 干一番事业 干一番事业 让他后悔 是吧 你一定能成 想到日本那段时间 当时可能觉得不怎么样 现在想想 怎么过来的那种事 今天来这 我就想正经紧紧找工作 请各位boss给我一个机会 谢谢大家 你知道 你知道这姑娘 有多善良 她在那上面写 她人生当中 最后悔的两件事 你来说说 高三的时候 我初中的一个同学 她高中也是跟我一个班 她出车祸了 就是快没了那种程度 我没去看到 现在想想 后悔 万一出了点什么事 就晚了 这是你最后悔的一件事 是吧 还有一点就是 就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就因为一万块钱 我跟他没了那层关系 一万日元 一万日元相当于多少人民币 六百 怎么了 一万块钱怎么了 他没钱 然后我说我钱包里有 给他了是吗 对 给他了 然后之后 我就问他说 我说你什么时候还的呀 他说没事 我再还你一万 我说 我就觉得这事这么不明不白 你还我就还我 我也不缺这一万 你没还我 你就还我呗 对吧 他还了没 结果后来他还我了 临走的时候 他说一句谢谢 我就想 哎呀完蛋了 就没肯定是时候就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了 后来就没联系了 我挺后悔的 当时就为了这 你没做错啊 谢谢 谢谢 你是我们心目中最美的 谢谢 来 给大家帮助 谢谢 你今天是来应聘市场销售对吧 对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八千 这么高啊 我说底薪哎 觉得我值这个价 你觉得你值这个价 你在国内这是第一份工作吧 来找 对 我觉得你这个数字可能稍显高了一点点 做销售的 我觉得你底薪部分 其实可以稍微放的低一点 这样你可能机会会更多一点 不调 不调还是要八千是吧 对 那除了销售之外别的干吗 就销售方向 营销什么的 我都愿意学 我建议你还是调一下吧 销售是包括有提成 所以我们现在它的最低 它提成很高的 那个 对 月明你不要误会 情感营销不是哭 不是 我不想情感营销 就是不由自主的 情不自禁 我没有 就是我也不想哄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哭了那么半天 你还坚持这个价格 就有点自我认知问题了 对 可以稍微调低一点 大家老是拿我哭说的时候 我觉得没必要 人生喜怒哀乐 这很正常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纠结在这一点上面呢 是不是 你实际拿到了可能超过八千 对 超过八千 行 那 调到五千吧 调到五千 来 第一轮选择 薛露 还有八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财 我们展示一下销售才能怎么样 咱们卖一倍诗好吗 卖给她 她是这个超市的商家 行 杨老师 那个 我看了你们那个 超市里面的产品 你们现在需不需要 就是想不想推出一款新的产品 就是关于面膜的 保湿面膜之类的 你们最近打广告了吗 我们最近在那个 天津卫视的非你莫属 打了就是一倍式的保湿面膜的广告 就是您可能就是工作比较忙 可能没时间看 我给你介绍一下 你看成吗 可是我们的面膜太多了 你这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的面膜主打的就是那个 保湿 空气也比较干燥 像夏天了 虽然说大家的都在出汗 你说这些没用 一个月能给我派多少个促销员 促销员的话 我们会根据情况给您定 你就直接说吧 一个礼拜能给我派多少个促销员 法国梦全能给我派十个人来 周末帮我们做促销 做堆头 你呢 但是杨老师 您关注到一点没 如果说他一个劲地给您派促销员 没准就会起到副作用 大家都腻烦了呀 对不对 我们偶尔给您派一次 就是那个销量反而会上去 您信不信 好 我觉得展示的差不多了 再不买就要哭了 你们俩就 不要老实说 点评一下嘛 我是觉得就是面对超市的那个采购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字 它的哭是管用的 就是要磨 太多的口语的技巧啊 这种销售的技巧 对于那些采购是不管用的 挣扎不透水泼不进的 有的时候好的销售就在那 赖赖赖 赖一天事就办成了 我自己觉得 他有这个磨的精神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月明我是觉得 如果你真的去给别人推荐 尤其是渠道推荐这个产品的话 你首先要知道 它渠道里到底有哪些产品 是你的同类产品 要进行一个基础的分析 还有就是你最终能打动它的 利润分析是很大的一块 那还有就是你刚刚非你莫属 其实上来你就可以把非你莫属抬出来啊 我们一被试在非你莫属上有大量的广告 今年我们计划广告投入四个亿 不行不行 这么官女孩怎么能跟你走呢 随口都说四个亿 人家明明的销售是很靠谱的 让人家觉得 不是的 它就是靠谱有余 但是你这个技巧不足 你连一被试的最简单的特点都没有说出来 而且呢就是杨总呢 他说这个让你派这个销售员 你就硬说销售员不好 那你把所有的快销品的这个模式全颠覆了 你觉得你现在一个入门者 你有这个能力吗 因为我之前做在优衣库做的就是2C的啊 然后可能2B的我经验确实不足 在一个销售来说 它要面临大量的可能是互动的 和未知的一个场景 你在未知的场景里边 你至少要有一点点应变的能力 这个没有体现出来 我建议你做个行政之类的 我觉得它完全不适合销售 恰恰我有不同的建议 因为我们原来做销售的时候呢 都要求这人要能说会道 要有迅速的反应能力 所以就会变成了 老板就会张嘴就满嘴跑火车 但恰恰如果我们真的能跟这孩子似的 我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我就实实在在地说 这生意反倒好做了 其实刚才你的面试 把你的缺点暴露无遗 但是同时也反映了你这些亮点 你的确在做销售上面 这种语言的应对上面 和这种抗打击 稍微弱了一点 你唯一的这个优势就是耐心魔 但是我最后帮你拉一点票好吧 刚才大家一直在问 你的这个九州大学的排名 我查了一下 九州大学2014年 在QS大学的排名榜上是第92名 日本第7名 但是它的专业还是不错的 整体的素质也还很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给它机会 你的专业成绩怎么样 有我们要修30个学分嘛 你修完了吗 修完了 然后我还超修了 那你为什么不在你本专业找工作呢 对 好问题 你这找工作不难 你非得跑这干销售 我觉得第一轮我为什么就灭了 我觉得你认知不清啊 你的朋友一个简单的 要好的朋友 人际关系你处理不好 对吧 你哪有做销售的 不管素质也好 特质也好 你不符合呀 而且大家不要听大家的鼓励 说你能磨也是一种销售 它根本不能磨 它第一不敢磨 第二它自己很脆弱 所以它不具备任何能磨的 销售员的潜质 好吗 请你们老板们不要再误导它了 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我想改变一下自己 你是挑战了 然后呢 你也干了一个 你完全不胜任的事 有人一好心也给了你份工作 然后你干两天 我硕士毕业 我怎么能到处去磨人呢 我还是回去干本专业吧 不就这么一结果吗 那 对吗 如果你真想锻炼 把那朋友找回来 对吧 把简历投出去 多拿到一些工作的机会 对吗 跑这儿哭了二多分钟 对 我觉得刚才陈总这个问题 你需要正面回答我们 就是你这么好一个大学的排名 然后环境农学的硕士 就这么轻易放弃了 而且现在你要找的这个工作呢 又看上的比较低 你说你想挑战自己 所以要做销售 我反过来问你 你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优势 对 因为环境不好 然后我就想去学这个 就是能帮忙 治理环境 对 帮忙治理环境 学好了你又不学了 又不用了 然后学好了之后吧 我就想着中国的环境 也在慢慢变好 其实是没有用的 我觉得 就是这个得靠大家 平常的就是生活呀 就是 难道不需要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员吗 你学了这么半天 就说从改变国人素质 来解决环境问题是吗 你好好考虑一下 老张先看一下他的性格评估 不适合做孝顺 不要勉强 外向性 这个一人性 静泽性 和创新性 中略高 情绪稳定性 偏低一点 在研究型方面 得分比较高 因为毕竟他学这个硕士嘛 还有呢 就是经营型和社会交往这块 也是他的一个兴趣点所在 这两个对立面得分比较高 也是有些矛盾的 我直觉他不适合做行政 说实话 我没有什么 这个直接的依据 因为我没跟他单独的交流 和这个问他问题 后来张老师刚才 就是在评论他那几个 这个测评的时候 我的确看到了 他在事务性工作上面 的确得分 奇低 这就印证了我刚才的 那个感觉和感受 我不完全这么认为 因为我觉得他能够读这个大学 一路读下去 而且在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学里边 去获得他的成绩 他的耐性和韧性 其实应该是不错的 我是不适合做销售 其实我也困惑过 但是我今天在场上 就这么几分钟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没有把自己 表现得淋漓尽致吧 做销售 未必能够成为一名 出色的销售 它属于比较踏实的类型 但是放弃它的专业 实在是太可惜了 对 这个都是我们一致的认为 你放弃你学了那么多年的 硕士的那个专业 我觉得都看出来说 明月跟人打交道 其实某种角度是不够擅长的 包括之前他谈的一些试验的处理 所以我建议他去选择 跟他专业有关系的 营救范线的工作 其实有可能更适合他 甚至说他能拿到 八千更高的薪水 但是无论是做行政 还是做销售 我觉得他都表现得不够优秀 他要是做他专业的事 八千根本不算 我觉得真的可以 而这量身定造有这么好的一个企业给你 多好 难得的机会 真的 我觉得建议呢 就不要局限于上海和杭州 他就是不想离开杭州你知道吗 考虑一下环境 你刚才还要说你会后悔大 我要干一番 听见没有 第二轮选择去货瘤 还有两盏灯 直接进入谈前不上感情 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不满意啊 不满意 对谁不满意 我能先听听工作岗位吗 对工作岗位还没说 解决大卖场呢 他的模式是由拼团群主去做传播 做推广 所以你的这个职位实际上 是带有半个销售 半个客服的角色 是为我们这些拼团群主去做服务的 我给你的岗位 我觉得还结合你的本专业吧 就是这个农场的 做一个农场的管理人员 日常的管理人员 所以我给你的岗位 就是我们的一个农场的一个厂长 对我觉得今天一波还是比较 对靠谱的给出一个东西的 对怀哲今天突然一万五 我不知道 对 我的一万加五千 是我们定下来的规矩 我在这个非女莫属这个舞台上 是从一个小公司涨起来的 当你们当初用高价的时候 招人的时候 我只能看着演运 我出不起那钱 现在我能出到这个钱了 你就不要来质疑我 在这个舞台上招人的时候 大家全说他得学历好 他得名校 他得211 对不起我不是名校 我也没有那么好的成绩 但是我就有这个能力 只要这个人善良的人 我就让他挣高薪 六个月后 你还能这么理直气壮在那说 这是你牛 我们佩服你 时间是一切可以证明的 那好 我们 我可以活到120岁 希望你也活到那个时候 我们看一看 解决大卖场 到那时候是一个多么多么伟大的工艺企业 可以了 考虑10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解决网 奥医农场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北京吗 都是在北京 谢谢再见 还是不愿意离开杭州对吧 所以说啊 你之所以在场上哭 之所以会被自己的前男友瞧不起 之所以会跟自己的朋友处不好关系 是有原因的 你内心透露着一种软弱 对于生活的屈服 如果你要勇敢就到北京来 如果你要过自己的安生日子 就不要说 有些人在生活当中 对你不尊重 再见 我觉得 回去再投简历 再工作吧 我就不信 我找不到 今天他们对我说的 我也听进去了 回去再想想吧 不一定做销售 发挥自己特长就好 我们爱过 恨过也彷徨过 情路艰辛 一起走过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孙江峰 我来自北京 小时候啊 我就有一个特别大的梦想 成为一名歌手 成名名演员 因为从小啊 我喜欢唱歌 喜欢表演 小时候呢 我幻想着自己能站在舞台上 舞台的灯光灿烂 我跟着这个世界一起转动 唱歌给你听 我小时候是个电视迷 喜欢看新游戏 喜欢六小银童老师 演的孙女空 希望长大之后呢 也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演员 这次来到非你莫属的 这个舞台上 当然是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非你莫属 我来演 孙江峰 男 37岁 北京人 陆军指挥学院 大专 军事地形学专业 主持人 各位老板 现场的观众朋友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孙江峰 我来自北京 我曾经啊 是一名军官 也做过国家公务员 十年之前呢 我辞掉了我的工作 开始真真正正 属于自己的人生 凭着我勤劳的双手 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我才完成儿时的梦想 发自内心的 喜欢这个行业 我是歌手 我是演员 想了解我更多的话 请看大屏幕 他是内地乐坛原创男歌手 他是有着伤感王子之称的音乐人 他出道十年来 跨界影视歌三期 他就是歌手 今天呢 来到了这个舞台 当然呢 是想找一份 和我现在的职业相关的工作 怎么也看不出你当过兵呢 我的爷爷 老爷 姥姥 父母全都是咱们国家的军官 那个时候呢 就把我硬给送到部队上去了 觉得 既然是男孩嘛 应该保驾卫国 后来一当兵啊 就是十一年呢 从一个战士 到一名迎职军官 我总觉得吧 我从小呢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喜欢唱歌 喜欢表演 那个时候 我跟家里边交流过想法 家里边是坚决反对 后来没有办法 我觉得 一个人怎么活 也只有一辈子 生命只有一次 我不像老了之后 有一个致命的大遗憾 所以我觉得 趁着年轻呢 拼一下 之前那些东西全不要了 从零吧 一点点往上走 家里边能看到的 我对这个事业的 发自内心的热爱 我不是想当明星的人 我没想过挣什么大钱 没想过大红杂子 我是想发自内心的 把我自己最好的才艺 展现给大家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 那你做就好了 你不是做的挺好吗 因为咱们现在 不是有这个平台了吗 我是想来咱们这个平台 看看能不能兼职 做一个一人总监 兼职 我们这不招兼职 全职的话 在我不在戏上也可以 你不在戏上 全职才可以 这个东西也可以 我们这只招全职 首先这是应聘的条件 我知道 好吧 你能做全职吗 全职的话 我比如说是咱们有一些个 跟影视 跟音乐相关的 这里只有芒果娱乐了 我们可以有 这个艺人总监的职位 但是我想 我想问一句 就是 我看了你唱歌 包括表演的一些情况 如果你作为艺人总监的话 你去怎么规划 一个你的艺人 是这样 我在其他的公司 也兼职做过艺人总监 没有底薪 做了多少工作 你给我多少报纸 这样吧 你就说你那个时候 在那做艺人总监的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是负责面试一些新人 演员的话 我会给他们讲戏 然后歌手的话 我会跟他们聊一些 一个现在的 比如说这个流行趋势 以及这个作为一个歌手 你最基本的 不单单是你唱的好 而是一个整体的一个 就是说不算是形象 还是包装 你自己有系统过 系统的学过表演吗 表演我真的是 自己摸索出来的 这个音乐 我是参加过培训班 是老师带出来的 因为我本身 是一个半路出家的 这么一个歌手演员 全凭着自己 对这个行业的 就是说百分之一千的 玩票那种心态 是不是 不是 我是觉得 它是我生命的全部 不夸张地说 如果我不拍戏 不站在舞台上 有时候我不确定 自己还活着 我们来看一下 他不是忧郁小王子吗 对吧 我们来扮演一个角色 好不好 看看你的功力怎么样 就比如说你呢 被那个贺东东给甩了 你现在回来呢 求他再跟你在一起 但其实是呢 他心里面已经爱上了陈昊 来掌声欢迎 苏林老师说 要考核我一下 其实我心里挺高兴的 我是做足的准备 我可以展示一下 我的表演功底 来 你们俩正在那吃饭聊天 他这个时候进来了 买醉 我们好久不见 最近好吗 挺好的呀 这位是 这种男朋友啊 他呢 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 能甩的那个男生 就是那个 不养活你 还让你倒贴那个 你别说了 真是的 你有什么事吗 要不然这样 给你五分钟 你处理一下 您这位男朋友 真有深深重度 那您慢走 晚点回来 那你快说吧 其实啊 你说咱俩在一起 这么多年了 感情的基础还是有的 人非草木啊 如果可能的话 你还是回到我身边嘛 你还记不记得 咱们在一起的 点点滴滴啊 你别说那些了 我觉得那些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还是现实一点 再说我现在都不喜欢你了 我喜欢的是陈昊 他哪比我强 你忘了以前 我骑自行车 带你去玩的时候吗 也许没有他的轿车舒服 但这种感觉还是有的 我对你家人也挺好 我们是青梅出马呀 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别激动你别激动 是这样的啊 现在是我们之间已经分手了 那段过去虽然很美好 但是它已经成为过去了 所以你就别在这儿 再浪费时间了 那么多好女孩呢 赶快去大胆地向她们走吧 为了你我放弃了好多东西 你别说为了我 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东东演得比你好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觉得呀 有人会演得比你好 你不信啊 李浩阳你来 哎呀 东东 好久不见了 是啊 那个跟陈浩在一块了 哎 浩哥 他怎么知道我叫什么 今天怎么这么巧 怎么会也会碰到你了 是 陪女朋友逛街 是吧 那个 对 他跟我分手就跟你一起了 你们俩好啊 这都没告诉你啊 他说以前往事不堪回首 所以我就没好好打听 我不想伤害你 你干嘛呢 你怎么会我们在聊天啊 我想跟他单独聊聊 可以吧 行啊 我不 我不想跟他单独聊 如果是你觉得没有机会了 那我再也不会再骚扰你 确实已经没有必要再谈了 你只要心里真的把它放下来 我觉得就别谈 如果没放下就谈就放下来 你看他那么紧张 肯定好像没放下 聊两句 行 总统是这样 其实呢 我反思了很长时间 我觉得之前呢 其实我做了有很多 不对的地方 工作可能真的是 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 但是我回想一下 其实工作和感情都很重要 我觉得不能因为一个 而完全失去了另外一个 我没有看到他眼睛里有故事 并不是我看到这个人呢 我发自内心去爱他 我只看到他用语言 去向对方做些很直白的表达 而不是用感情去打动他 那么多的漂亮女生 他们都会喜欢你的 你要相信你自己 我没有不相信我自己 其实我相信 你们俩好烦啊 还是人家演得好 还是你演得好 我觉得浩阳还真的打动了我一些 是吧 对就如果 你们俩回家慢慢演 谢谢你们仨 我觉得还是你演得好 这个你做艺人总监以前 兼职是一个月多少钱 是这样 我是有责底薪的 就说如果我在这边工作 那你就给我钱 如果出去拍戏了 那这个就是我这份底薪我就不要了 就大概多少钱吧 几千块钱吧 几千块钱 对 够用吗 够用 因为我现在活动细水长流 比如说我可能大戏没上过 小戏不断 然后演出也是大晚会上的少 那你有时间找一份正经工作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有时候该有一个稳定收入了 但前提条件不能跟我的现在这个歌手演员的职业有太大的冲突 你要多少钱一个月 底薪五千块钱吧 底薪五千 底薪五千倒是不高 这可以是有责 我朝您要底薪 我肯定得给您带来一定的效益 不然的话 我到你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于公司而言的话 这个艺人总监这个职位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要把控公司所有艺人的发展 如果你是兼职的话 我觉得肯定达不到 因为你对艺人的规划 首先没有个系统的规划 另外你的时间跟艺人的时间发生冲突的话 你一定会以你的时间为优先 那公司的艺人怎么办 如果不是艺人总监 艺人统筹干嘛 我还是想做艺人总监 因为艺人统筹的话 那工作的内容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对你的判断 以你的能力 可能做艺人总监的这个职位 可能差距还有些大 首先你对于表演都没有特别严格的这种受过训练 所以你对艺人起不到很好的这种帮助 对 另外就刚才我说的 如果你是兼职的话 公司肯定不会考虑 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唱歌表演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 以我的演艺生涯为主 这个人各有志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行 这个世界上除了演艺之外 我都觉得其他东西都很无聊的 可能属于那种 对这个艺术可能有一些痴狂 你一方面自己要做艺人 另外一方面又想兼职做艺人总监 一方面想走自己的艺术道路 一方面又想要一份稳定的收入 这就违反了我们的原则 我们不招兼职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我们都信 因为你这简历上写的就是歌手演员永不离职嘛 对 只要我还活着 绝对不离开我热爱的这个表演行业 那今天来这儿是又一次在非你莫属的表演呢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觉得是这样 我还就说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女朋友 可能跟我这个没有稳定收入有关系 你缺钱吗我想问 你不刚才讲你不缺钱吗 是 但是 你收入上并没有担忧 但是你又喜欢你的演艺事业 喜欢你的歌手 我觉得 你来找工作这个事情真是很奇怪 我觉得王刚说的对 我想表达的是可能就说 我觉得 以后我真的成家了 有一个问题如果不说清楚的话 今天你没有必要再面试下去了 就是你到底是找坚持还是全职 是这样 我来这儿之前 想法是坚持 但是现在您不是明确告诉我 不可以找坚持 不可以坚持的吧 全职的话 我可能就需要细聊 你不能跟我说细聊不细聊的事 这是你到非你莫属的一个门槛问题 你找全职 我们就进行下去 如果你不找全职 现场面试终止 一个老爷们 你的职责要养家户口 那可能有些时候 你就要做出牺牲 我现在 你找坚持还是专职 不能再思考了 因为这个决定挺大的 你到底找坚持还专职 直接回答我 坚持 坚持在我们这个节目里边 是不允许的 而他呢 又触碰到了我的人生底线 就是我很热爱的演艺事业 这个时候呢 我只能放弃 坚持 因为我实在不想放弃 我热爱的演艺事业 那对不起 你可以现在离开了 谢谢你来到这个舞台 好吗 谢谢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可能以后我会把我的演艺事业 放在演员上 进一步呢 提高自己的表演能力 做一个合格的演员 菲尼莫属由火星时代教育 独家冠名播出 影视游戏UIVR 学设计来火星 火星时代教育菲尼莫属 菲尼莫属第一战略 合作伙伴难度电池 难度电池为求知者 充满能量 暂时飞翔 本栏目由 保时护肤领先品牌 一倍师 要保时一倍师 一倍师纯净面膜 特约播出 应聘成功的选手 将获得由一倍师提供的 一倍师 精美套和一份 五八同城国民招聘首选 感谢五八同城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三亿人都在用 五八同城找工作 上万热门工作任您选 报名菲尼莫属 请将简历佛事邮箱 菲尼莫属的全评 2010H165号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节目不见不见